大家好,这个消息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消息 65岁的赵本山将重回春晚 现在彩拍的照片已经流出来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单单从春晚这一个事情上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赵本山被封杀已经有11年了 你想想11年前是什么时候,是习近平刚上台 对不对,因为赵本山是在前面的那十几年里头 每年春晚负责娱乐全国人民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 实际他的一些小品也是得到全国人民的喜爱 实际以前每年看春晚最主要的还是看赵本山 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就认为赵本山这个东西是个低俗的东西 跟中共宣传的格调是不相吻合 所以以这个为借口开始打压赵本山 像赵本山搞的什么流浪跟大舞台 他拍的一些电视剧 通通的都淡出市场 他自己也从春晚就退出去了 实际中共讲的一些借口 它是表面上的东西 深层次的还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因为赵本山在东北更之多年 在东北有很强的关系网 特别是他跟薄熙来的关系非常好 据说以前薄熙来的驻守王立军 就是赵本山举荐给薄熙来的 可以说赵本山是习近平政敌那边的人 那么习近平怎么能容得下你呢 所以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把赵本山给封杀了 赵本山在那个低谷时期都对外说 哪怕我把我的私人飞机捐了 把这些产业都捐了 只要让他们一家人平安 他都愿意 他都讲出这样的话 你想想赵本山那时候在中国 是混得多么的倍 可以说把他放开 很多人怀疑赵本山通过关系 走了彭丽媛的路线 所以习近平对他在网开一面 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性的 毕竟他们都是在娱乐圈里头嘛 也很容易搭上这条线 那么现在隔了11年 什么这个赵本山突然又出山了呢 尽管这些年春晚就搞的那个样子 而且是越来越没人看了啊 为什么他又启用了赵本山呢 这个我们要深思的 我们不能看是因为这个春晚不行了 春晚不行的是因为以前那套东西被习近平否定了嘛 所以他才变得不行嘛 只要习近平的思想没有被伏定 他永远也搞不好呀 所以单单的从春晚现象来看这个啊 是不全面的 我们要看到可能以后呀 中共的宣传方向呢 也会改变 就跟他的防空路线改变一样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转向呀 就跟我昨天做节目说的那个啊 冯小刚都敢讲出那样的话 他将来要拍一部2022 而且冯小刚敢回国 大家从这个来判断嘛 这些人都是消息非常灵通的人 他敢跑到美国了又跑回去 那么你想想 肯定是政治风向变了 所以大家要结合江泰公前几期那个节目啊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习近平已经走下了生态 他的权力结构 现在肯定是松动了 你包括他今年的新年贺词 讲的也都是一些官话 刻话 特别是对台湾问题上面 他还是讲了两二一家亲这样的基调嘛 也没有喊打喊杀嘛 所以从赵本山复出 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想一下 习近平的权力结构 已经开始坍塌了 我们要看到 中共执政的两大法宝 就是枪杆子跟笔杆子 那么像春晚这种文艺方面的东西啊 它属于笔杆子的范畴嘛 那么能把他封杀的赵本山再重新启用 那么可以说他的这个笔杆子这块 最起码是已经松动了 假如说枪杆子也松动了呢 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或者现在习近平呢 只是在台上做一种表演呢 他有可能成为傀儡啊 对吧 这些猜测啊 我们现在都能合理的提出来 好吧 借着赵本山重新出现这个事啊 我们可以这样去发散思维去想一下 我们可以继续再观察 如果有更多被封杀的东西 再不断的涌现出来 那么这个就有点拨乱反正的意思了 就跟前两天又鼓励民营企业 大胆的去搞 要征兴房地产 要重新搭建这个平台经济 等等等这些迹象我们来看啊 这就有点拨乱反正的意思 那么前提一定是习近平的权力啊 受到了挑战 他的那套东西搞不下去了 好吧 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